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1999年3月发现的百系用陪葬坑 靠古人员发掘出11件陶涌 这些陶涌赤裸上身 只穿短裙 高大健壮 姿态奇特 可能是秦宫廷娱乐活动中表演杂技的艺人 生动反映出秦帝国宫廷娱乐的丰富多彩 2000年8月 在秦始皇陵区外城的东北角 发现一处特殊的陪葬坑 出土大量青铜水禽 有天鹅 仙鹤 红艳等等 模仿的是皇家禁院中的场景 他们体态优美 身上的羽毛十分逼真 其中一只仙鹤 亭亭欲立 深境低头 监会上还啄着一条小鱼 仿佛刚刚在水中觅食 栩栩如生 《史记》记载 秦始皇蒸发七十多万人 修建阿旁宫和离山陵墓 在阿旁宫中 无数宫殿通过永道连接起来 与世隔绝 人们推测 秦始皇晚年 想营造出这样一个 美轮美奂的极乐世界 但是 秦始皇并不是死在 陈下们为其迎建的安乐窝里 同样是时机 客观记载了秦始皇人生的最后十年 基本是在迟道上渡过的 他巡视那些远离秦帝国统治中心的地区 维护着帝国的稳定 公元前二百一十年 四十九岁的秦始皇死于东巡途中的新宫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被称为千古一帝 必有他的道理 这个道理他就是制度 他首先创立了 国家的统一是他首先实现的 因此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 他像惠心一样 在天狱很快地闪过 非常明亮 但是他很迅速地消失 走闪过以后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满天心斗 那就是汉唐宋元明秦 建立中国第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 微型俊献制 统一文字 货币 赌粮横 兴水利 修植到 驻长城 北域匈奴 南征百岳 凭此几项 秦始皇 足可阵骨朔尽 地上的大秦王朝早已烟消云散 但在东方帝王谷内 秦始皇与他神秘庄严 瑰丽奢华的地下帝国 仍然同在